博弈考的情声越来越剧烈 现在博弈考的情音里 除了对机昌的悼念之外 还有对山王的怨恨 山王听出了博弈考的取忠之意 他大发雷霆 想要当场杀了博弈考 博弈考深知自己辜负了江子牙的心意 他只求山王将他处死 放机昌回西齐 山王问起了达吉的意见 达吉却称 博弈考本是重罪之人 让博弈考做人质 不是在罚博弈考 而是赏博弈考 他们可杀了博弈考 放机昌回西齐 这样既兑现了当初山王要放了机昌的诺言 更是了去了心中的隐患 可博弈考自求一死 只希望山王能兑现承诺 放机昌回西齐 西齐大雨漫天 博弈考的抱情情弦断裂 江子牙心中暗叹 深知博弈考最终还是决定顺应天命 山王准备释放机昌 神工报向山王提议 他们可将博弈考剁成肉酱 做成肉包 为机昌践行 机昌知晓天理 他吃过肉包后 必会知道其中奥秘 届时机昌要么心头愤恨 撞墙而死 要么扑上来向山王索命 他们就可以趁机杀了机昌 机昌即将出城 费州与游魂送来肉包跟玉叶酒 机昌吃过肉包跟玉叶酒后 山王来到机昌面前 他故意告诉机昌 机昌所吃的肉馅 是用博弈烤的肉做的 机昌不相信 山王再次以言语激怒着机昌 可机昌却知道山王的意图 他只能强行忍下所有的屈辱 硬撑着山王 山王见机昌无动于衷 他要求机昌每年进贡一子 供他烹食享用 机昌人类应下离开了昭科城 夜晚 碧干前来见山王 从山王口中得知了白天之事 他深感痛心 认为大山的江山都完了 山王已将机昌跟西齐都逼上了绝路 今日机昌为了出城能吞下爱子 踏日机昌便能吞下山王的五脏六腑 吞下大山江山 碧干的一番话令山王感到恐惧 山王连夜跑出宫中 让人命文太师立即出兵追杀机昌 万不能让机昌活着回西齐 杨简已能灵活运用三尖两刃刀 哪吒习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 过他在杨简不知道的时候离开了客栈 他为杨简留下了金刚镯 杨简可随身携带着金刚镯 待来日需要他冲锋陷阵的时候 杨简可轻敲金刚镯 他便会来到杨简身边 之后杨简与小娥在客栈中遇到了雷震子 小娥的手臂上浮现起了青字 二人得知雷震子便是他们要找的秦将军 武城王黄飞虎与机昌来到西齐的分界排关 守护排关的正是武城王的父亲 机昌十分敬重黄飞虎的父亲 他前去营帐 与黄飞虎的父亲黄滚一续 正在这时 温泰师率兵来到了营帐 他以捉拿叛贼之名 要求皇家父子交出机昌 黄飞虎有衷有义 他深知机昌乃忠臣 故不肯交出机昌 黄滚一气之下 想与黄飞虎断绝父子之情 黄飞虎执意护着机昌 黄滚一怒之下 只好准备亲自斩杀爱子 看着父子二人将因自己而两败俱伤 机昌于心不忍 他主动站出来 愿意跟文太师回昭哥见伤网 正在这时 边关来报 叛军来袭 黄飞虎劝说文太师 先行击败叛军 再来处置机昌 文太师为大局考虑 他命人压下机昌 出发前去平定叛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